唐玄宗好色因滥用春药导致死亡 唐玄宗在位的时候 月底官员送来一支女乐队 其中一名女子姿色灌带 唐玄宗粗见子女甚是欢喜 一时间缠绵浅卷 宠爱异常赏赐无数 没过多久 唐玄宗突然变脸了 一杯毒酒把她送上了黄泉路 大概是因为事件太小了 或者是涉及宫中密室 使官们没有把其寄入证实 在续真灵仪式中 当作花边新闻记载了下来 一个当作礼物送来的无辜美女 唐玄宗爱也爱了 睡也睡了 既然突然不想要了 完全可以像她继位之初 出宫女五百人那样 把这名女子遣散返乡 或者对其冷落不加理睬 为何偏要置其于死地呢 经过分析原因有三个 其一 唐玄宗是一位比较有思想的君主 她对唐朝由盛道衰 做过反思 得出美女既是祸水的结论 她没有从封建君主自身找过原因 却把唐朝的败落 推给了杨贵妃 认为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而她身边那位阅女啊 无异于现在版的杨贵妃 虽然阅女没有祸国 也没有央民 她既不懂政治 也不问政治 可唐玄宗知道自己好色 而缺乏自控力 如果自己不以祖先为戒 迟早会被美色迷入的 所以对这名阅女 是心存芥蒂 应该说 唐玄宗的头脑还算清醒 在其表层意识中 认为只要及时将身边这位阅女 除掉了以后天下自会太平 其二啊 唐代的中后期 国士转衰 执政者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出发 积极提倡儒学 提倡妇女守贞洁 唐玄宗也是这样的 继位以后 唐玄宗对前面的穆敬文武四位皇帝 全部给予否定 偏偏对武宗的王才人给予了肯定 王才人主动要求为唐武宗殉葬 是个难得的贞洁猎女 在这种提倡贞洁的大环境下 唐玄宗如果将阅女遣散出宫 他怕此女再嫁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坏了名声 索性将其毒杀了 这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唐玄宗毒杀阅女 应该是一种交式 一向表演 唐玄宗此举 绝非单纯的担心自己沉溺于美色 而耽误国事 实际上 是在通过杀掉角色美女 向臣民表示 她不慌乱 不贪色 不受女色的诱惑 如此姿色灌淡的美女 我都不稀罕 我李晨还会留恋别的女子吗 说白了 唐玄宗是利用月女的鲜血和生命 来掩饰其贪色的丑名声 以赢得其一心历经图治 不为女色所动的赞誉和口碑 事实上 唐玄宗是一个非常贪色荒淫的皇帝 这一点 从她终身不利皇后 自意宠幸后宫方面 就略见一般了 另外 唐玄宗有23个子女 而后人除了知晓其继任者李璀 和爱女万寿公主 为赵美人所出之外 竟不知其他儿女生母是谁 唐玄宗在私生活方面确实很乱 角色月女死了 但成千上万个美女还云集在后宫 为了享受幸福生活 唐玄宗不惜服用秘药 甚至过了不惑之年 仍然乐此不疲 弃而不赦 成为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春药皇帝 春药给唐玄宗带来了快感 也给他带来了病痛 为了能够长生 唐玄宗于858年正月 召集道士唐玄吉进京问话 得到的答案就是撤生色 所谓撤生色 就是结束生色之欢 但唐玄宗并未在意 859年正月 已被美色和春药折磨得 病入膏肓的唐玄宗 似乎有所醒悟 宣布再次放宫人 但为时已晚 同年的八月 唐玄宗这位被后人称作 小太宗的皇帝 因滥用春药而一命呜呼 十年五十岁 郑德帝在报房有多无耻 诸后赵是张皇后亲生的 而且是嫡长子 1505年的五月 明孝宗病逝 年仅十五岁的诸后赵 顺理成章的登上皇位 改年号为正德 诸后赵生来好动 自有贪玩 尤其是喜爱骑射 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 太祖朱元璋那样 文武兼备的圣君 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 这也养成了他日后上午的习气 继位之初 诸后赵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 在奉天殿 他常让猴坐在犬背上 燃起豹竹 一尸间猴跳狗奔 皇帝的庄严荡然无存 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 特别是太监刘瑾 古大用 张勇等八人 更是得到他的宠幸 小人得志 蛮横得不得了了 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着武宗是吃喝玩乐 鸡球走马 放猪鹰犬 这些东西玩着玩着就腻了 诸后赵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 八虎便出了主意 在宫中模仿市集 开了六家酒馆 店铺 妓院等等 太监扮演做老板 百姓 武宗则扮演富商 朱老板和宦官们互相贸易 讨价还价 买完东西就上饭馆 然后逛妓院 醉在哪里 便住在哪里 像这样的生活呀 夜以继日 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 他又觉得宫里太闷了 规矩也太多了 所以在皇宫的西侧筹建了一个报房 工程需要投入 诸后赵对金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刘锦趁机进言说 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啊 天下官位都有司礼监举用 这活啊 是特别的肥 你要不信 就把掌印太监抄了 准有三屋子金银 再把官全换了 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万两 直接贿赂朝廷 咱们就赚钱了 如此建议 诸后赵居然大欢乐之 并且委任刘锦去办 报房位于西华门外 与宫殿相连 有市两百多间 历史五载落成 耗费国库白银 二十四万两 报房建好以后啊 诸后赵迫不及待的搬了进去 从此不再受朝廷内政清规的限制了 整天与宦官 藩僧 异域术士 私混在一起 玩得昏天暗地 只有在傍晚的时候 才会见群臣 朝中大臣一再规劝 诸后赵也是好言听劝 接着就抛之脑后了 诸多老臣失去耐心 纷纷辞去了官职 或者被升职外调 只剩下三哥老 李东阳等人与刘锦周旋 名曰报房啊 应该养的是生猛野兽 禽鸟鱼虫的处所 其中更应该以报为主 可实际上 根据万利野货编 及永壮小品等记载 其中仅有文报一只 土报三只而已 养的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 被训养成能歌善舞 充满邪气的妖艳思娼 共武宗戏弄 史上记载 武宗总是夜间行动 见到高大的房屋 直接就进去了 或者是锁饮 锁饮就是要点喝的 或者是搜其妇女 直接就抢抢民女了 这是民间的疾苦啊 其手下的侍臣知道主子的怪癖 竟然助纣为虐 也搜集良家妇女 有的时候竟然达十车之多 到后来呀 武宗就连平民寡妇都不放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诸后照繁透了沉闷的皇宫 和无聊的正事 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 逆臣江滨 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行 这对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具有吸引力 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凶资 开创不适之夜 江滨还告诉他 那里美富很多 自然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1517年 武宗一行浩浩荡荡的来到宣府 宣府就是宣化 当时称为宣化镇 他雄击于京师西北 聚守在长城县上 距北京约400里 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徒 武宗决定在这里建造镇国府 为什么称为镇国府呢 原来武宗自封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并为自己更名为诸寿 后来又加封为镇国公 令兵部存党 互不发响 亘古以来 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 向朝廷称臣的 真是是国事为儿戏啊 在江滨的鼓动之下 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以外 还下令将报房内的珍宝 妇女运来 添冲镇国府 他把宣府称作家里 有久居常住之意 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阵 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武宗在内心里 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蒂 盼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 立下赫赫战功 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 喋喋不休的劝谏了 武宗下令 大臣一律不许来宣服 只有报房的亲随 可以随时来聚 在报房和镇国府两处 武宗为所欲为 乐不思蜀 齐王田地摆架子致死 什么是架子呀 字典上的解释 就是用表现来提高自己的 一种虚焦姿态 用通俗的说法 架子就是一种虚荣心 一种自高自大 装腔做事的作风 一种无形的精神枷锁 人们还把架子戏称为臭架子 可见对其的厌恶之深 俗话说 罗马架子大了能架圆 人架子大了不值钱 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权势 有一定地位的人 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份 常常放不下架子 总好百谱 以为那样能显示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身价 结果百来百去 反倒让人觉得是一种虚伪和肤浅 把架子摆得最不可理喻的 是战国时的齐敏王田地 此宫在燕国军攻入国都的时候 仓皇出逃 但东方大帝的尊严架子仍然不变 逃到魏国的时候 魏国国军出让皇宫给他坐下榻 自干成臣 并且供应他所有的用品 人家是以最高规格接待的 可田地还是不满意 大发脾气 根本没有把魏国的国君放在眼里 把魏国的高级官员更是当做奴仆一样 随意呵斥 忍无可忍的魏国国君就停止供给他的饮食了 田地只好投奔魏国 然而他并没有接受教训 魏国派使臣到边境迎接 田地询问魏国怎么接待他 使臣表示 当然把他当做国宾了 但田地要求用国王的礼节 那就是说 魏国仅把他当做国宾是不够的 必须要把他当做主人 田地要求魏国国君必须要从早到晚 站在堂下 伺候他吃饭和听后呼唤 魏国的国君听后 不由的吓了一跳 便下令封闭边境 田地只有在投奔邹国了 恰巧邹国的国君逝世 田地宣称他要以天子的身份调丧 要求邹国的新任国君要背向棺木 站在西面台阶上向北哀哭 而田地却在北面祭祀坛那里 一面接受新任国君的哭 一面举手表示慰问 结果邹国告诉他 我们是小国 不敢劳您国王的御驾 一路逃啊 一路摆着大架子 谁也不欢迎 田地走投无路 如丧家之犬一般 又逃回了齐国 可他还在元旗的楚国大将 桌齿面前大摆架子 终于被桌齿吊在房梁上 剥皮抽筋 身在逃亡的途中 国家已破 凶极未卜 还在端架子 耍派头 结果摆架子丢了性命 虽说田地是个极端 但摆架子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 你是平民百姓 处处摆架子 就会惹人闲 讨人恨 没有朋友 你是丈夫 处处摆架子 便无法与妻子沟通 品尝不到爱情的甜蜜 你是商人 处处摆架子 便会吓跑顾客 不会生意兴隆 你是领导干部 处处摆架子 老百姓会对你敬而远之 你便不会有好的干群关系 架子大的人 一般来说 不会是一个成功者 替太太化眉 导致免职 西汉刘福林当皇帝的时候 有个著名的官员 叫张长 以擅长治理地方治安为名 担任首都特别行政区区长的时候 曾以江湖的方式 邀集地面上各位老大吃酒 说服他们交出一些不懂规矩的马仔 换取了任期内的一方平安 能混击江湖的人 行为举止 必定不会很体统 张长就曾因为喜欢坐着马车 在街上闲逛 还用扇子敲马屁股 屡屡被人指责轻浮 不成体统 但他仍旧不以为然 继续不知小节 终于把自己卷入了一起厌世门 事情本身是很简单的 张长的老婆 据说小时候摔过 伤到眉骨 长大后眉毛有一块 总长不出来 所以每天要仔细地画眉 张长夫妻必定是很恩爱的 因为他经常帮老婆画眉 本是自家闺房内的私事 无关他人 不过张长作为一个争议人物 广受八卦迷的关注 通过各种渠道 他给老婆画眉的事情和细节 就慢慢地流传出去 成了首都特别行政区 人人皆知的秘密和贪资 打听人家房中是 听了聊了偷偷乐了也就罢了 但有些正义凛然的人 从此坐不住了 不久后 有人提交了一份 义正严则的弹劾案 直接送到皇帝面前 指责张场流氓 不道德 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 带坏了善良单纯的老百姓 要求其道歉 并要求皇帝处理这个流胚 在汹涌的民意之下 皇帝对张场展开调查 问他第一 艳势门是否属实 第二 是否知错 张场迅速做出反应 发表一个声明 基本表达了以下几个意思 艳势门是真的 是我自己看的 这件事是归房内的私事 不算什么 夫妻间的事情 比化媒更下流的 还有的事呢 而且人人都干 这个声明无法让人民群众满意啊 要知道 人民群众的道德感很高 怎么能接受夫妻间 还有更下流的事呢 虽然他们自己也要靠这种 更下流的事 制造下一代 但他们可以假装没有 也不能接受别人有 尤其是不能接受明人有 不过尽管如此 皇帝却实在说不出什么了 处理张场 与法无据 何况人家还是国家栋梁 于是就作罢了 虽然法律没有处理 但是他的光明前途 从此夭折 没多久 他牵涉到一起政治冤案中 作为患分子的朋友 再次遭到弹劾 皇帝本想保他 把案子压下来 但他自己却不懂得 韬光养晦的道理 公报私仇 整死了一个盼望他早点下台的人 引起了公愤 只好自觉地搅怀印寿 宣布无限期退出官员圈 毕竟是个有才的人 而且实践证明 靠成体统 往往管不了社会问题 因此 后来张场还是先后被召回宫中两次 从事重点地区 治安专项整治工作 成绩也非常不错 但是他的官职 再也没有达到过 厌室门前的高度 宋朝女子的相扑 很黄 很暴力 人们都知道 相扑运动是日本的国粹 其实在中国古代 也有相扑 只不过叫法不一 有撑脚底的 也有叫针脚的 不过在宋代 却正儿八经的 叫相扑 而且开展的还相当热闹 不仅有男人参赛 更有女流加盟 是房间颇受欢迎的一种 大众娱乐形式 连皇帝都屈尊驾临 一睹为快 女子相扑在当时 堪称京城开封的一决 是最能吸引 看客眼球的一项娱乐项目 与说书唱戏不同 相扑是个力气活 极具竞争性 赛官索 萧三娘 黑四姐 这些香艳加上粗犷的艺名 就足以引人好奇 再加上硕大无比的玉体 互相角力 而且是赤膊上阵 在那个绝无今日开画的时代 想不叫做都难 当时的女子相扑 多安排在男子相扑之前进行 主办方的目的很明确 打女人牌 热场子巨人气 还别说 效果就是好 身怀绝聚的女子相扑门 擂台上 惊艳一力 立马会招揽成群的看客 不过 最吸引人的看点 不是比赛本身 而是选手们的 劲爆火辣装束 这些大姐个个是轻装上阵 具体轻装到什么程度呢 史书上没有详说 但有裸系的记载 想必是清到最大的限度了 能不遮盖的地方 尽可能的省去掉 据说坦兄陋怀 是该项活动的一个游戏规则 要说市井小民 里三层外三层的争相看着 也不足为怪 因为他们本来见识少 可见多识广的皇帝 也不顾高贵的身份来凑热闹 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不过费解归费解 人家宋仁宗就是不顾世俗 开眼界来了 嘉佑年间的一个上缘日 赵真邪后飞到宣德门广场与民同乐 当时广场上正在进行热闹的百戏表演 宋仁宗都瞅瞅戏看看都没兴趣 无意间发现火爆进行中的女子相铺表演 一下子来了兴趣 很投入 很着魔 马上观看起来 估计是靓丽的风采和精湛的技艺打动了人宗 他当即只是对这些选手进行奖励 皇帝的赏赐令选手们感愤不已 越表演越卖力 精彩场面不时出现 金国历史们的穷体秀 让人宗皇帝着实感受了一回 但确实激怒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朝臣 负责为皇上写起居住的史官司马光 老先生认为人中此举不太应该 在如此神圣的地方 表演这种很黄很暴力的裸戏 本来就是很荒唐了 皇帝不仅不取涕 反而在大庭广众下带头观赏 不但自己看 还让后妃一起看 这叫什么事啊 往轻了说叫有伤大雅 往重了说就是有伤风化了 于是愤然递上一道折子 对人宗皇帝的不检点提出公开批评 并强烈建议有关部门 加强市场环境治理 对此类伤风败俗的表演 开展一次集中的扫黄打飞行动 严令今后 妇人不得与闹事 聚众为戏 尽管司马光的批评建议 使宋人宗心里不爽 但宋人宗却不好反驳 毕竟刚长伦理 做天子的应该率先锤饭 由于司马光的强力舆论打压 在京都风靡一时的女子相铺游戏 从此大为收敛 最后销声匿迹了 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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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感谢观看